各位朋友大家好 昨天用人工智能做的背景 朋友们的反应还不错 所以今天再继续用一下这个背景 前一段时间 北京对中国民营企业家整体的打压 同时也造成了中国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 他们相互抱团团结起来 共同跟北京当局对抗 这样就让北京非常的担心恐惧 因为北京最害怕民众团结起来 组织起来反抗他们 而中国的民营企业家 因为他们手里掌握了大量的经济资源 跟一般的平通老百姓 那是截然不同的 如果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抱团起来 团结起来 对北京的压迫进行共同的抗争 那么会有一股相当大的力量 北京当局会非常激手难办 因此北京就要设法分化瓦解 中国这些民营企业家 或者是民营企业的团结 来煽动民营企业之间的内斗 只要中国的民营企业之间的团结 被分化瓦解了 民营企业家之间内斗激烈了 北京中共的政权相反就安全了 最近中国出现的娃哈哈和农夫山泉事件 就是表现出北京在背后巧妙的煽动 民营企业之间的矛盾和内斗 先说一下今天北京两会闭幕 今天3月11号下午 北京召开的两会闭幕 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在闭幕会上 发表了一个简短的讲话 闭幕会时间仅仅半个小时 而且会后没有再按照惯例举行总理记者会 所以这次北京的两会显得异常的冷清 而且这次两会的时间只有一个星期 而过去两会要开两个星期 等于是会期缩短了一半 这也说明习近平的身体不如以前了 本来两会就是一个橡皮图章 两会开的时间长一点短一点 并没有任何的时机意义 但是两会开的时间长一些 那么中央习近平这些人 就有各种机会去表演 习近平这个人挺爱表演的 他挺爱出头露面 挺爱去讲话 挺爱去搞什么活动 如果是习近平的身体好 他也愿意把两会时间开的长一点 他也多表演一些 这样他也比较开心 但是现在习近平身体显然大不如前 搞各种表演 他自己也挺累的 有点撑不住 于是习近平就把两会的时间 就精简了缩短了 这样一来 倒是一个皆大欢喜 因为来开两会的人也都是装个样子 大家都搞得挺累 两会的时间缩短了 大家都轻松 不过在这一次两会上 所有的高官都在吹捧习近平 表面上看 好像习近平的权威又进一步向前增强了 但实际很可能是相反的 因为真正有权威的人 不需要这种肉麻的吹捧 当年邓小平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 就可以向全党全国发号施力 那是真正的有权威 而权威不足的人 他就要求别人来维护他的权威 所以习近平就不停的要大家来维护 两个维护 就是维护他的权威 因此不要被高官们对习近平这个肉麻的吹捧给误导了 这样的吹捧绝不是习近平强大的表现 今天北京的全国人大举行表决 通过了修改的国务院组织法 这个国务院组织法是以2883票赞成 8票反对 9票弃权 通过表决 不少人感到奇怪 说中国怎么有人还敢投反对票呢 到底是什么人在反对呢 其实这些反对票是故意安排的 不是说有什么人反对 这些投反对票的人都是托 因为习近平要强调 他当选国家主席是全票通过 这个全票通过是非常珍贵的 除了他以外 别人是不可能全票通过的 如果是全国人大的投票 不管什么事情都是一个全票通过 那么这个全票通过就不值钱了 习近平的全票通过也就不值钱 所以习近平为了他那个全票通过要值钱 所以就故意安排其他的投票 都要有一点反对票来衬托 他的这个全票通过是弥足珍贵 因此不要以为是真的有人要投反对票 那些投反对票的人都是托 他们是为了衬托习近平的权威 故意去投反对票 最近中国著名的企业家 娃哈哈的创始人 钟庆厚去世 在网络上意外的掀请了一场讨伐 娃哈哈的竞争对手 农夫山泉的骚动 中国网络上铺天盖地的出现这样一种宣传 说是娃哈哈的创始人 钟庆厚是脚踏实地 勤恳宽厚的民主企业家 而农夫山泉的创始人钟闪闪是善于炒作逐利的奸商 钟庆厚和钟闪闪之间过去有过一些个人恩怨 而现在这些个人恩怨就被放大为人品问题 他们说钟闪闪对曾经关照过她的钟庆厚是忘恩负义 是以农夫与蛇 而且还模仿中国主代的这些概念 就把娃哈哈的创始人就描绘为一个忠臣 把农夫山泉的创始人钟闪闪就描绘为一个奸臣 中国网上还进一步掀起一个抵制不买农夫山泉产品的运动 这样就让农夫山泉的销量急剧减少 日销量下降了90% 股市也一下蒸发了300亿港元 经济损失非常巨大 更有意思的是 还有人进一步要挖掘农夫山泉的政治问题 声称农夫山泉表面是中国企业 背后到处都有日本的阴影 一些人家捕风捉影 声称农夫山泉的包装 大量采用日本元素 说是农夫山泉这么做是媚日辱华 又扒出来钟山山的儿子说他是美国企 有网民说 农夫山泉一方面赚了中国人的钱 一方面让子女加入美国籍 这样的企业家怎么能称得上是爱国的呢 我们应该抵制农夫山泉 有网民说 购买农夫山泉就等于是给美国人送钱 不要让自己消费花的每一分钱 变成射向自己的子弹 在中国网上就充斥这样一种论调 说是爱国就要喝娃哈哈 就要拒绝农夫山泉 有的自媒体的博主 在这个现场直播时候 把农夫山泉的矿泉水直接倒到厕所里 表明他要和这个品牌决裂 很多商店的店主就呼吁 不要进货农夫山泉 很多网红呼吁 不要宣传农夫山泉来赚取流量 在3月8号 江苏常州的711便利店 停售农夫山泉的告示 在网上热传 点赞很快突破了10万 这个告示说 本店从即日起 停售农夫山泉所有相关产品 店内可售来自所有国家的产品 但不会售卖中国企业 昧日行为的产品 3月10号 设施的711便利店的员工称 这个情况属实 店内已经不再销售任何农夫山泉旗下的产品 农夫山泉事件就引发了网络的热议 有的网民说 农夫山泉事件影响极其恶劣 一个著名的成功民营企业家合法经营业绩突出 竟然被一个地痞流氓式的文革式的诽谤 搞得损失惨重 大伤元气 有的网民说 起诉莫言事件 农夫山泉事件是标准的文革式行径 历史告诉我们 这种打着爱国幌子的泛政治化的文革行径 祸国而不是爱国 这次中国网上对农夫山泉的口诛笔伐 不管是昧日的包装 还是说是他与娃哈的恩怨情仇 没有一条说农夫山泉的产品质量有问题 或者售后服务有问题 当然了 中信后和中山产的为人处事方式和人品性格不同 但是在西方那样的商品社会 一般的老百姓作为消费者 对企业家的性格人品并不在意 大家只是关心谁家的商品更加家铃物美 并不会在意这家企业的老板 人品性格好还是不好 再说作为国内存进水的行业的佼佼者 娃哈和农夫山泉本来就是一个正常的商业晋升关系 可是现在却用各种牵强的理由上升到爱国主义的问题 要用爱国来攻击农夫山泉 这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网络行为 背后就有一只看不见的大手在煽动 这个大手一下子把这个农夫山泉 马上就妖魔化 几乎到了人人唾弃的程度 这只背后看不见的大手 就是北京宣传部门在背后煽动 北京当局就要利用这次的民间的情绪 把中国老百姓对当前经济萧条的不满转移到所谓右派企业家身上 更确切的说 北京当局试图把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分为两派 一派是北京他们喜欢的左派企业家 另外一派是北京不喜欢的右派企业家 他们要把娃哈哈的创始人钟庆厚塑造成为一个爱国的左派企业家形象 要把农夫山泉的创始人钟闪闪 塑造为一个不爱国的右派企业家的形象 这样一来北京就在中国的民营企业家里面 拉一派打一派就分化瓦解中国民营企业的团结 而进一步把中国老百姓的不满转移到那些右派企业家身上 可以说这样是一箭双雕一举两得 因此这次中国往上看气势汹汹的讨伐农夫山泉事件 并不是单纯的网民的骚动 背后是由北京当局在煽动 以达到他们分化瓦解中国民营企业的团结 达到他们维稳的目的 所以也希望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们能看懂 北京背后的这只看不见的大手在煽动 不要被轻易煽动而干出一个自删残杀的傻事 好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